字幕志愿者 李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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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們看看這隻貓的睡姿 你看 睡成這樣 是負責性 滴滴呀 待在房里吹冷气 睡得舒服了 大家好 我是梁 我们今天持续昨天的话题 现在来看我大盆肉怎么浇水 像这一盆大盆的布丁 看这么大盆 我几乎都是布浇水 除非它连续几个月都不下雨 否则我都让它天生天养 不会刻意浇水 但小盆的就不一样 小盆的大概就是正常的话 就是一个礼拜浇水一次 而这些大盆肉 你看它们都至少二三十公分以上的盆 这些大盆肉因为是刚已塞不久 所以一个礼拜至少浇一次水 而这个碧桃还有这个白凤 它们已经适应了一段时间了 而这一盆更是元老级的大盆肉 这个大盆肉呢正常的话我都是不浇水 大约如果真的都没有下雨 大约两个月吧 两个月让它喝一次饱水 像天气这几天连续很热 然后气象报告说明天要下雨 我可能今天就会加 就会给它浇一点点的水 然后如果下雨了就让它在外面淋浴 这个就是我的大盆肉 我就是都让它直接淋浴 像这个种好也有一段时间了 如果有下雨我也不收 就让它直接淋浴 那至于这些呢 这些兔儿啊这个理论上也是不浇水的 都是让它自然添养 但是如果真的很干很干 就会给它浇一些 但是大概一个月吧 因为它真的很耐旱 一个月浇一次水 比较不会腐烂 剩下这些呢 大概是一个礼拜浇一次水 像沙漠玫瑰 还有这个兔儿 都直接用这个 然后用喷的 直接这样浇 这个大概也是十天吧 十天左右浇一次水 就是这样 给它来回喷个几遍这样 来回喷个三四遍吧 至于下面这边如果要喷 也是一样就稍微这样 这样就好了 不需要喷到很稀 稍微这样喷一下就可以了 这边全部都是 还有这边也是一样 我也都是直接这样喷 就是让它润一下 本来应该是要留边浇水 但是因为我好几百盆太多了 没有办法 包括这些我都是这样喷 还有这些螺魔科也是 就这样喷一下就好了 润一下就可以了 包括下面这边也是 都是这样让它润一下 有一点点就可以了 至于这些架子上比较焦弱的 我都会把那个控制阀调到那个雾状 雾状就是这样子 你看很像下雨这样 有没有看到 这样轻轻的 也是这样喷一下 等于是给它们降个温 我先稍微润一下就好了 每一层都是这样 包括这些小苗也是可以这样 润一下 因为你这些不能用太大的冲击力 火则会被冲的 它会受伤 就是雾状的 喷零式的 每一层都一样 大概都是这样 然后像这些刚种的稍微弄一下就好了 而像这些我就用比较大的 我就用比较大的 就正常的这样浇就好了 正常这样就行了 正常这样就行了 好了 这就是我不同的植物 不同的多肉 它的浇水方式 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评论 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 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 我们来讨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